买不起路虎卫视怎么办 没事 今天我带你来看看保定卫视 今天我们把2024款的哈佛猛龙带到了云南的西双满纳 虽然很遗憾地错过了泼水节 但是我觉得西双满纳最大的魅力还得是雨林穿越 今天我们将会沿着214国道一路到金头山雨林穿越点 全程一共40多公里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猛龙的表现和是怎么样的吧 好 那我们现在是在国道上行驶 这台车它用到的是一个1.5T的反动机 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长城最新的HIFO的技术 前电机的功率是70千瓦 然后后电机用到的是一个150千瓦的电机 那虽然看起来数据不算特别亮一点 但是因为这台车不算很重 然后加上又有HIFO的加持 它的发动机和电机可以共同去驱动 所以说整体开起来我觉得不是很肉 然后动力也算比较充沛的 那如果是遇到一些超车的工况的话 也会比较有信心 那底盘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它整体还是比较偏硬的 毕竟你是要考虑到它的越野性能 所以它的悬架呢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硬度 那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可能就是会牺牲一点它的这个乘坐的舒适度 不过它在过路上的这种比较小的颠簸呀 或者是一些小的坑洼 我感觉它的整个的过滤还是比较干脆的 所以说乘坐体验上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点呢 就这台车它开起来不会晃悠啊 所以不会像一个大船一样呼呼悠悠的 那再有呢就是它的风噪 其实猛龙这种设计的比较硬派的造型的车型 它有一个比较硬的缺陷嘛 就是它风噪会比较大 但我觉得猛龙这台车其实做的还可以啊 你可以听现在其实我们外面的速度 不算特别慢啊 但是你会发现挂上窗之后 车内整个噪音的抑制还不错 并且呢因为我们这一次毕竟是轻度越野嘛 所以说没有用到AT胎 所以胎噪的控制也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车内的静密性整体都还可以 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雨林穿越的起点 全程差不多16公里 那途中呢基本上都是轻度或者中度越野的路况 没有难度特别大的路况 所以说我感觉如果说想来这种路况玩的话 它原车配备的护板就已经足够了 而且呢原车配备的电池呢 用到的护板也是一个金属材质的 所以整体看下来这种路况 原车的护板完全不用做其他任何的整备啊 原车护板完全足够 除此之外呢这台车还配备了一个后桥差速锁 其实这一点相比起它同级的车型来说 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点啊 这会让它再碰到一些有一点困难的这种路况的时候 脱困能力会更强 那虽然确实肯定是比不上一些主打硬派越野的SOV啊 但是其实相对于它这个兼顾舒适和越野的定位来说 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那其实来之前呢我最担心的不是脱困能力啊 反而是我比较害怕我的这个驾驶技术挂到它的底盘 但还好这台车它的最小离地间气达到了200毫米 所以说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坑洼的时候 其实你轻轻的稍微踩一脚油也就过了 但是呢看下来我感觉其实如果说遇到一些难度更大一点的交叉轴这种路面啊 我感觉它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吃力的这种感觉在啊 因为毕竟它用到的这个是HIFO4 然后它是属于前轮后轮是独立的 它不能向后传递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导致它在脱困的时候 它的后轮的动力可能就会不足 但是就目前我开到现在的表现来说啊 相对于它这个级别来说 它已经能够覆盖到我们普通用户绝大多数的需求了 不管是城市啊或者是你想跑一点比较有难度的路 那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路段 就是一个爬坡路段 那其实感觉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有电机的加持 所以说整个过程中感觉它的动力储备还是很充足的 动力很充沛啊 不会有特别吃力的感觉 那动态部分我们体验完了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2024款哈佛猛 究竟有在静态方面有哪些升级呢 首先啊它整车的高度这次都提升了21毫米啊 这样的话让你的坐姿更高 视野也更好 那再有呢就是这一次它整个的轮毂都是标配19英寸 当然如果你还是想要18英寸的话 可以选择选装那一套 然后呢就是这次它升级了一些户外的套件 可以看到在我们这台车上已经有了一些 Tia以及车顶平台这样的搭载 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去它的商城里面去选装 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车机的颜色 那颜色呢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次是一个水墨山青雅光辉的一个风格啊 这个会比较低调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风暴黄的一个颜色 那个颜色呢显得更加的乍眼一点 再有的升级呢就是内饰的材质 这一次升级了一个纳米及PP材质 那这种材质呢它不仅触感更加舒服 而且呢还更加的耐用更加的好打理 那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你会发现 这台车它其实对于自己目标定位群体的一些日常生活使用场景 基本上是可以完全覆盖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更舒适的车型 那你可能就会选择一个底盘啊 调校更偏向家用 更加舒适更加软的车型 那如果你更喜欢重度或者中度越野 其实我觉得你的目标车型应该是一些硬派越野类型的啊 就不会选择它了 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字 全能 那它所搭载的Hi-Fall技术呢 不仅可以让能耗更低加速体验更好 而且呢在节假日如果想要体验一把轻度越野的话 它也能够很好的胜任 再有呢就是它的后备箱容积其实也挺大的 然后再加上有外放电的功能 日常有露营需求的话也可以满足 以这样一个价位能够买到一台这样的电视区 但是大电池方合资的SOV确实是很难让人拒绝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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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